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各位教有坚持的《洞息天下》 今天我们非常高兴 请到金字经女企业家协会的主席 詹嘉莉小姐接受我们的 谢谢 好的,我先问一下詹主席 贵会已经成立了一段相当的时间 也做了很多事情 你可否和我們分享一下貴會的主要工作是甚麼呢 其實我們的協會是2012年成立 聚集一班香港的女企業家一起去做一個商會 我們有勵志人生分享會 主要是和各界不同的成功人士、政府部門的領導 和我們的會員一起去分享他們的政府政策 他們成功的例子等到我們可以有更多的資訊 我們亦都有定期的企業參觀 我們剛剛參觀了深圳華為和騰訊 今個月我們也參觀了一個內地的電車品牌 希望可以增進我們的會員多些 有關數字花、ESG 政府現在都推動的不同的政策 我們亦都有做很多的交流 即外訪交流活動 譬如我們希望可以了解多些大灣區和一帶一路 以及國際其他國家的不同的經濟和營商環境 除了增長我們自己的知識之外 我們亦都做很多的慈善活動 在2016年我們就成立了我們的金字經女企業家關聯隊 派發不同的物資給有需要的家庭和社 我們亦都會拜訪老人家、老人院 做了很多的關聯活動 以及在2016年我們都成立了一個金字經女企業家慈善基金會 這個就是局長說我們的有關青年培訓計劃 是的 青年培訓計劃我知道你們都很著重 你知道本屆特區政府由政府司司長領域下 又做了一個專門的再見明天 亦都相當成功 你們在這方面如何配合政府在青年方面的工作呢 其實我們這個培訓計劃 我們在2016年已經成立了類似的計劃 我們都是給一些掌學金一些低收入家庭的大專學生 每一年我們都會給一些贊助他們讀大學 之餘我們就是配合我們的女企業家的Member 以及他們的一對一的Mentorship Program 譬如他們是讀金融的 我們通常會配合一個金融界的女企業家 讓他們可以跟著我們的Member去做不同的學習 你覺得這個計劃為跟著你們的同學們 他們拿到什麼益處呢 他們無論是我們因為有定期的跟他們有些交流會 我們都有一些給他們參與我們一些交流活動 我們的講座 變成他們其實自己可以認識到很多不同的知識 另外他們也都我們到他們放假的時候 我們就會給他們一些委託 因為我們的Member 全部都是女企業家 對呀 你有很多東西可以教他們 所以他們也有很多委託的機會 他們可以給他們多些機會參加 還有我們會有更多的資訊 我們會有更多的資訊 關於內地做一些交流 很多我們的Mentors的女生學生 他們其實沒有這些資訊 嗯嗯嗯嗯嗯 變成我們就是給他們這些資訊 他們就可以參加多些不同的交流活動 這樣可以去 看來成果都相當不錯 尤其是他們在讀大專 對嗎? 參加了你們的計劃之後 當他們畢業之後 他們可以想想怎樣發展 特別是 回到大灣區好不好呢? 我們特首經常都說要融入大灣區 是吧? 大灣區畢竟都是 復原很廣闊 比在香港的機會 更加多 亦都可以理解一下 國家怎樣發展 所以我想你們這些計劃 是要繼續努力做下去 好,一定會 好了,我想轉一下馬題 我們香港現在 那個市民的就業率 是相當高的 我們勞福高局長經常都說 百分之2.9的失業率 即是本上次說 是差不多全民就業 我們的老闆們請人都相當困難 但是我們想想 我們香港有七百多萬人口 當然女性亦都佔到相當大的部分 很多女性由於她有家庭之後 又有小朋友 又要照顧家庭各方面的需要 又有長者 因此她們日常的生活壓力又大 亦都有一些女士為了照顧家庭 又不能夠出外工作 很多人就說了 其實我們有沒有辦法可以幫一下她們 等到她們的勞動力可以釋放出來 是吧 其實都有很多 因為我覺得特區政府都做得很好 因為現在有很多的婦女培訓計劃 我們很多在當那些女士送小朋友去上學的時候 在那段時間她們就可以參加很多這些培訓計劃 去增長她們自己的不同的知識 所以剛剛我們秘書處亦都跟她說 好像她喜歡學攝影 其實你亦都可以去學讀這件事 而收費亦都很好 政府亦都給了很多的津貼 你有了技術之後 就可以去做很多你自己想 以前我們可能很多女性都沒有想到的工作 他們可以參與很多不同的工作 而且在小朋友的育工服務那裏 政府亦都幫助了很多 但希望可以再更加擴大這一方面 因為其實女士對小朋友 我想是最重要是重點 因為他們真的是我們的未來 我們經常都說現在香港人口已經是超老齡化 我們早兩日獨首都在說 We want more babies 我們想多些小孩子 小孩子出生之後 你怎樣去養育他 教育他 讓他長大 成才 諸如此類 其實是一個單止漫長的過程 亦都需要在這個過程之中 外面很多助力要幫助他 是嗎? 我都知道你做了很多事情 好了 我們人力可以釋放一些多 但是我們現在香港 都是面對著一個營商環境的問題 因為大家都知道地緣政治的影響 世界的經濟 現在不是每年有百分之幾的增長 對 我們的地緣政治 又加上有些地方 是有一些武裝的衝突 因此整個世界的經濟 體力也不是好像對上十年八年 是這麼好的 你覺得我們香港面對這麼多新的挑戰 是不是? 在這樣的情況下 你們認為香港的企業 又應該怎樣去自處好呢? 其實因為幾年的疫情 其實我覺得現在的經濟 是比較慢了 我覺得大家現在應該 以一個比較穩定的情況去看 現在的經濟 但是要把握機會 我覺得所有的企業家 這個把握機會是最重要的 隨時你看到有些很重要的機會 你就需要去爭取 將企業多元化 由一個很簡單的企業 其實現在因為很多的數字化轉型 很多的科技 其實都可以幫到很多的企業 去增強他們自己的企業 亦都是在人工的AI 投資不同的科技 在不同的領域裏面 有新的領域裏面 投資在不同的領域 不同的科技裏面 都可以增強企業的健康 其實我們香港長期都說 香港人的腦 轉得很快 轉得很快 是不是? 我們背後又有一個大的福地 有一個不單止是市場 還有很強的製造力 如果你要有一種新的產品出來 你周邊的零件、零部件、配件 全部都不優勢 是快的 所以我們有競爭力 我亦都覺得 因為以前我們比較注重美國 歐洲的市場 其實現在內地 我們祖國的政策 帶動了一帶一路 其實我覺得一帶一路 大中華、大灣區 其實這些機會 真的想像不到的大 如果大家多些去發掘 多些去了解 多些去交流 其實有很多的機會 是在你們前面的 沒錯 香港除了有祖國的福地 這麼大 有這麼多人口 消費力這麼長 世界最大的一個消費市場之外 我們另外隔離 就是東盟 東盟的人口是不少的 而且他們的經濟 也是起飛得快的 所以習主席所說的 一帶一路的發展 就是剛剛就是這樣 再遠一點的 中東 現在我們香港都主要 是開拓伊斯蘭的金融 我們很想伊斯蘭的國家 離開我們這一邊 反正來說 傳統歐美的市場 他們已經是相當成熟 而且他們的經濟 也是走近下波 在東盟的國家 其實這個是一個很好的機遇 當然傳統的做生意的模式 今天來說是有改變的 我們也都需要改變 但在改變之中 充滿了機會 你們能夠發展得好 自然就可以為香港 製造多些的就業機會 多些的就業機會 我們年輕的朋友 就有機會 找到一些他們 心儀的工作 亦都可以在那裡打拼 這實際上是一個循環 對 只要我們看準每一個機會 不要去放棄 亦都不要去灰心 我們一定能夠 打造到一個更美好的明天 還有我覺得青年人 不只是大灣區 其實祖國的偉大 和發展 是應該真的要了解多些 讓他們可以有更多的參與和機會 好像局長剛剛說 因為中華文化 畢竟都是遠遠流長的 我們的文明可以延續下去 看到中國人的那種銀力 那種鬥志 我們今天正在重新崛起的途中 我們大家一起共同努力 多謝你接受我們的訪問 多謝 時間已經差不多了 我們下次再見 拜拜 謝謝 我們下次再見